黑神话悟空的官方账号 在2022年发布的6分钟实际剧情片段中 出现过一段和蜘蛛精母女相关的剧情 其中蜘蛛精家四合院的前厅 也就是蜘蛛精姐妹纯枪蛇战的地方 她的取景地就是浙江省丽水市 景宁奢族自治县的梅氏宗祠旭文堂 她与我们上期视频去的十四四 仅仅是一墙之隔 梅氏宗祠始见于明正德年间 是当时梅氏家族用来商讨族内大事的地方 戈壁的十四四原本就是梅家的守木炉 所以这两套建筑本质上是一体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 左边没有标识的部分 就是上一期视频说的十四四 右边红圈便是梅氏宗祠区 蓝圈位置是迎客堂 黄圈位置是旭轮堂 最后的绿圈则是豹本堂 今天的视频就以旭轮堂为重点 来解说一下这几个地方 这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系列之旅的第十期 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 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 去梅氏宗祠的话 要先坐飞机从天津到温州 然后再自驾到景宁 上期视频我介绍了持住细节 这一期不细说了 但上期视频漏掉了一些其他的生活细节 这一期必须要补齐 也得让即将去巡礼的其他天命人 都有个心理准备 等到天荒地老总算等来我的小箱子了 走着 新租的别客啊 看我目前在这个地是瑞安服务站 因为温州机场那个地方 它桥底下上停的时间很短 只有六分钟啊 把镜子什么调好的赶紧走 现在咱们就直奔十四四去了 哎呀 就感觉很纳闷 下了飞机自驾之后才发现 这一程全是弯弯曲曲的山路 镜头里这些山路十八弯 已经是好路了 不好的路根本没机会拍 浙江这高速费够贵啊 我这 一百多公里的路一百多块 可能跟这一路上走的隧道比较多有关吧 凿山成本高 从温州到沥水那一段 我前后开了四个多小时 不知道我是不是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我们这次的终点目标是十四四和梅市宗祠 但这两个地方都是云中大际景区的一部分 买了通票就都可以去了 来都来了可以在附近转转 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除了前面的护官桥之外 附近还有一座湖桥 是县级文保单位 另外附近还有一个大瀑布 名叫雪花祭 风景也很好 值得一去 另外去雪花祭的路上 还有个存当点 可供各位巡礼时 提前打卡 如果中途需要吃饭 可以随便找个农家院 有什么吃什么 我吃的这顿素面是15块一碗 供各位参考 这的游客全是老头老太太 一团一团的来 年轻一点的就我自己一个人 相信以后就并非如此了 住在那边的梅园酒店 梅园景店了 对 今天回去了 今天应该是回去了 晚一天也没 没地方晚了 对 我赏了 这是什么菜 好像没见过 吃起来有点像芹菜 这就是南方的生活常态吗 白天外边比屋里还暖和 昨天晚上我这条命都是垫褥子给的 今天就再劳驾你一回了 下面我们走进十四四景区 来逛一逛梅氏宗祠 从检票口走进去 就看到了孝童宫梅园系的塑像 据梅氏宗谱记载 他在六岁时便为祖先守募 三年寸步不离 朝廷文之便封其为孝童 世人尊称其为孝童宫 然后我们从昨天的岔路口 又转直达梅氏宗祠 门口能看到一个捐资名单 每个人捐了多少钱 一目了然 这些钱应该是用来修缮宗祠了 附近不远处 便是活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柳山王 这棵老树虽然遭过雷击 但仍然枝繁叶茂 他也是梅氏家族 绵延千年的见证者 然后我们走进梅氏宗祠的第一进院落 看到的第一个堂是迎客堂 此堂面阔五间 屋顶是丹岩斜山顶 也就是镜头右侧这个屋顶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拘小节的歇山顶 你看这屋脊都歇哪去了 堂下的国家祭文宝碑 现在已经退进了颜色 而堂贤这块可以遮阳挡雨的地方 都是我们常说的狼 算事外 但不完全算 迎客堂门口有两幅对联 一新一旧 旧对联写的是 祖德镇千秋大叶 宗公其百代文明 这属于是祠堂的常见对联 别处也经常有 里边新对联写的是 西西眉战东风暖 大祭风连北风高 这属于是比较独家的对联 隐约有梅氏一族 与大祭村绵延不绝 繁盛不息的寓意 进门后能看到梅氏宗祠的匾额 与梅氏一族的祖训 屏风后边的金榜提名 是梅家考取到了功名的那些人 因为与众不同 所以他们的名字 得以穿越岁月的长河 来到我们的面前 这便是另一种形式的 名垂青史 越过迎客堂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黑神话武功的驱景地 也就是旭轮堂了 在游戏中 旭轮堂只有少许镜头 而且大都比较模糊 在现实中 几乎没人详细分析过旭轮堂的构造 全网都没找到解析资料 那我只好赶压的上架 以个人的这点经验 来推测一下它的构造 所谓旭轮堂原本是宗族议事的大厅 在游戏场景中 这一大堆柱子让人印象深刻 在现实中 除了外侧的岩柱 侧面的山柱和角落的角柱之外 内侧的柱子应该都是金柱 金柱不是用金子打造的 因为它的承重价值较大 所以才被命名为金柱 而中间这两个柱子中间 这个空隙是格外大一些的 这增加了室内的空间 但建柱造起来就有难度了 这种营造建柱的方法 被称为简柱法 对于工匠是一个考验 那得是什么样的厉害工匠 才能接下这个大活呢 在旭伦堂南侧的墙壁上 有一个图片展出 能回答我们上边的这个问题 当初梅家要盖宗旨的时候 为了选拔主式木匠 就让每个应征的人 都来做一个木马 对于专业的木匠师傅来说 这岂不是手道勤来 但最后考核的时候 梅家人把木马都泡到水里 三天后发现 只有一个人的孙卯做的最好 一点都没进水 这个人便是脱颖而出的主式木匠 陈玉春师傅 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 都得益于他的设计和手艺 而旭伦堂的北侧墙壁上 挂的则是梅家酒进式的画像 事实便是如此 如果家族里边有人考取了功名 那么这个家族的后人 往往也能考取到功名 一来是家族里的长辈 可以帮你捅破一层窗户纸 至于给了机会中不中用 就要看子弟自身了 二来 相传梅氏一族在祭祀时 一家只能出一个 40岁以上的男丁进入祠堂 但读书人无论年龄大小 都可以进祠堂 甚至分级品食 也是耕读双轨制 读书的子弟 也能分到更多的份额 这便是家风带来的影响 然后我们看游戏截图 这个蓝圈里是斗拱 大家都知道 但红圈这个地方是什么 切换到现实中的场景 我们就能看清楚了 这个一般被称为牛腿 学名叫撑拱 它可以分担上面的压力 以确保建筑结构稳固 然后我们切换到游戏的这个场景 看圈里的这些木块 你猜这个叫什么 在现实中 这个名叫雀踢 这是清朝的叫法 宋朝叫做脚踢 它也是用来辅助承压的部件 它和牛腿的区别在于 牛腿一般是顶着斗拱 雀踢一般是顶着梁的 说到梁 在早年间 屋顶上所有柱状条状物 统一都被称为梁 后来演化出了很多细分的叫法 比如最高处的这一根 有个好记的名字叫做洞 我们常说洞梁制裁 其实是从建筑这边 沿用下来的口头语 它还有个南纪的名字叫吉林 这是明清的叫法 如果是唐宋建筑 那么它就该叫集团了 在游戏场景中 屋檐下有很多枝冷出来的木条 在现实中 则是这些箭头方向的木条 它们被称为飞檐船 因为屋檐外檐了 所以需要它来帮忙承重 但船子不能越过屋檐 因为出头的船子鲜烂 那么蓝箭头方向的这几根木头 和刚才的吉林方向相同 它们也是林 在明清建筑中 与正立面一致的木条木板 一般被称为方 比如固定蓄伦堂匾额的 这三块木板 就属于是方 它在游戏场景中 被简化成了两块 因为它位于两根金柱之间 所以我推断它属于金方 同样的 固定若歇安匾额的 这两根木条 应该也是金方 而在现实中 这两块金方所固定的 则是和睦宗族匾额 这个匾额对于宗族词堂来说 也属于是中规中矩的标配 以上便是对蓄伦堂的解析 我在古剑方面只是初学者 为了黑神话悟空 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 但是目前只能解析到这个水平了 走过蓄伦堂后 我们来到报本堂 两侧的厢房是空荡荡的 没什么重要的看点 正堂内供奉的是梅氏一族的先祖 走到这里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从前面的迎客堂 直到蓄伦堂 报本堂 这些房子的地级 是一路越来越高的 可能这就是梅氏仙人留下的寓意 希望后世子孙能节节高升 然后你看这个厅里 几乎一根金柱都看不见 很明显这里和前面的蓄伦堂一样 也用了同样的建造方法 也就是减住法 这才保证了报本堂内 拥有了足够多的空间 至此我们就逛完了梅氏宗祠 不得不说呀 要真是看宗族文化 还得去南方看 中国北方也有大家族 但他们留下的都是大院 像这种让人印象深刻的祠堂 可就不多见了 或许将两者拼合到一起 才是中国文化完整的脉络传承 现如今在大祭村一带 处处都能看到梅氏一族的传承 酒店想来和梅家有关 这个商店大概率和梅家有关 而附近胡桥的修缮名单里 梅家人的姓名更是占了一半以上 而远离家乡 去时代切严打拼的梅家族人 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他们和你 我 以及每个普通的中国人 其实都有共同之处 我们身后都有一条传承千年的血脉 或许你记得它 或许你遗忘了它 但它是始终存在的 而我们眼前 都有这个族群即将面对的未来 它终将会在某一天到来 那便是我们共同的天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